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们在思考问题 认识事物和沟通交流中 都需要把握事物现象的本质 而这些都要基于对概念的认识和使用 那么我们第二章总共分了六个知识点 一个是什么是概念 概念的内涵与外言 概念的种类 概念外言间的关系 定义和划分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知识点 概念 那么概念 作为思维的逻辑起点 那么概念构成了命题 而命题又构成了推理 没有概念就没有基本的思维活动 那么什么是概念呢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在客观的世界当中 概念反映的是这样的一些事物 比如说自然界中的山川 草木 草木 虫鱼 那么人类社会当中的国家 政党 金融 货币等 那么还有呢 就是人类思维当中存在的感觉 知觉和表象等等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事物的属性 那么为什么说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呢 那么事物的属性又是指什么呢 事物的属性是指事物的性质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 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 大家来看一下 水是无色无秀无味的透明液体 而水是人类和其他动植物都离不开的事物 那么这样的两个命题呢 都表达了水的属性 那么其中第一个无色无味无秀的透明液体 那么是说的水的属性根本的属性 那么或者说是水的性质 而第二句水是人类和其他动植物都离不开的事物 说的是水和其他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 所以呢属性又分为两种 一个是事物的本质属性 一个是事物的非本质属性 那么什么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呢 就是这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 这是事物的本质属性 而非本质属性是这个事物呢 它的归属和分类并不具有决定性的那样的一些属性 叫做非本质属性 比如说我们来看 人是有四只能走路 能够制造使用工具会思考的动物 这是人所具有的一个基本的属性 那么在这个属性当中 其中的能够制造使用工具会思考 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属性 所以它是什么呢 根本属性 而有四只能走路 则是人呢 所拥有的基本属性 而这个属性 其他的动物也都有 就是很多动物都具有这样的一个属性 因此呢 它属于非本质属性 在理解概念这样的一个事物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和另外一个概念相区别 就是概念和语词之间的关系 那么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 语词呢 是概念的语言形式 那么换句话说呢 就是概念是这个语词背后的一种含义 那么两者呢 其实呢 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 概念是思维形式的范畴 而语词则是语言的范畴 我们知道呢 可以这样说 概念是语词背后的含义 或者说是它的基本的思想内容 而语词是载体 是形式 那么其次 概念需要语词来表达 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词都能够表达概念 一般来说 识词才表达概念 比如说名词 动词 形容词 量词等等 而虚词并不表达概念 像一些语气词 感叹词 就不表达实际的概念 那么最后呢 我们说呢 概念和语词之间 也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么两者是有差异的 一方面 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 比如说 西红柿和tomato 那么它们都是指的什么呢 翻写 另一方面 同一个语词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你比如说 着火了 小苹果最近很火 它上火了 这几个火分别表达了不同的含义 着火的火呢 是一种燃烧 而小苹果火了指的是流行 而它上火了 则是中医上的一种 对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描述 都是指着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含义 这个知识点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